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又回到WPMware 上次講到我們在大木博士研究室的時候 接了一個任務叫做通往明星之路 而這個大木博士就叫我去找這個波波球出來 它的線索就是在1號道路 我們去1號道路找一下波波球 1號道路波波球在這裡 你好,還記不記得我? 我一開始就... 誒,ZZ 誒,什麼東西去了哪裡 你好,我帶我波士 沒辦法從你身邊逃跑 又打算在你身邊逃跑 波波球的確很狡猾 還剛剛傳來的消息,我追蹤器顯示他3號道路 3號道路在哪裡 3號道路在哪裡 3號道路應該在這裡上面 好,不要緊,我一直走上去 3號 這裡? 這裡2號 3號 咦,這不是真的穿過森林嗎? 走到這麼遠的波波球 老朋友 3號 好,然後這裡 這裡多少號 這裡2號道路尼比斯 3號應該在這裡 對,3號 我們找個波波球出來 找到了,波波球在這裡 這次你跑不掉了 畫到不快 對,40多猪魔球 這是不是可以抓 為什麼,它的顏色好像有些不同 我們直接擀 氣球應該都抓到 哦,不行 那我們要殺 馬克風是波波球 我現在才發現它的號畫 大波波市我找到你的波波球 好,在那裡等我,馬上過來 波波球現在要回研究室 馬上很生氣 你不想是甚麼意思 膨脹 你不想留在實驗室,你想去冒險 我知道,你想想跟他一起冒險 不想 你一個人去旅行 我明白了 我會在實驗室掛著你 波波球,你自由吧 這個精靈球都不需要 放生了他,我都會掛著你的 波波球 你可以理解到精靈 你知吧,我已經研究了他很久 我是時候要回到實驗室 多謝你的波王 這麼厲害 通往明星之路的知識片章結束 可能就是這隻波波球 想去做明星 你看到他拿著咪 所以想去做明星 非常之短的一個支線 好,我們又來進行另一個支線任務 在這個紫苑鎮的左手邊的墓地裡 曾經觸發過一個任務 叫做黑暗遺跡 還是不知道是甚麼 現在我們要進行的就是這個支線 首先你在12號的墓墓裡觸發事情 觸發了之前 然後這裡有個爆石位 有一個東西叫暗黑遺跡 這個暗黑遺跡就是可以觸發任務的 古老文明為留下你的神秘藝術品 已不復存在 當你有了這個遺跡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地方放下去 好,就開始這個劇情了 發生甚麼事? 男神 我不知道 是甚麼? 那個古城的遺物 發生甚麼事?我動不了 我要消失了 我們要走了 好 被人帶走 又來到這個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反轉世界 他在搖著 一切都在崩潰 我要離開這裡 那邊有光 一定是出去的 我們先save 怕怕的 或者我可以跳過去 按A條 哇 這麼有趣 連這些都可以玩 厲害 特別片 救命啊 卡西迪 撐住 啊 喔 跌死了 雖然不知道這個 是否真正的死亡 哇 鬼屍 OK 我們換一隻鯉魚龍 大蔥 難道這次的主謀是薑蔥鴨? 這個 這是甚麼人 我不想死 蘇秘 不用擔心你現在安全 看到那邊白光 向著那邊跑 但他們不是說不要向白光跑 誰告訴你 我不知道 快點走 為什麼 會被人 亂說給人 然後被人 然後自己最後沒有跑進去 全部鬼屬性 有機蠟 應該不是鬼屬性 應該是屬於超能力 超自然的屬性 大家可以當是 逼鬼屬性 然後是超能力屬性 念力 對 馬吉 謝謝你 我很好 這個呢 施山走了 是男神 然後走到哪裏 咦 沒有路了 有路走嗎 這條路 這裡 鬼屍通 這邊 這裡 好 OK 有些人需要我幫忙 是不是 還有人需要你幫忙 為什麼我不知道 那邊 軍沙 鬼屍看來很快就要跟你在一起 不是現在 我們快點走吧 好 這裡 走了 哇 巨大緊鬼 什麼鬼 我們在緊鬼身體裡面 裡面很大 裡面 超怕他們 這個是遠古緊鬼 哇 富敵 這座古城 是不是被那些職靈摧毀了 Hello 你必須打贏他們 如果我們讓他們自由 他們會毀滅整個世界 我知道 咦 有一個save OK save 波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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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為明星的機會 你看到那隻 是極巨化的精靈 你怎麼知道是極巨化 讓他們睡覺 不知道他的原文是否真的極巨化 這個是什麼 唱歌 但也聽不到 這麼小 NO 那就是要看我 用不合用 我感覺我累了 蛤 野生的超古緊鬼 能不能捕捕 捕捕捕 好 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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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 我們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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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差也看不明白 好,我們捉到第一隻的緊貴了 下了緊貴,到下一隻 看看緊貴 幽靈再加文好屬性 超高特攻,135特攻 不過好像也正常 這隻這麼厲害? 這隻還有內臉,厲害 雖然那個個體症不是很厲害 但不要緊 下一隻 副敵 我自己死了嗎? 死了 來吧 應該冰精神不死 冰精神就不會死 然後魔法葉 魔法葉可能會死 我們試一下就這樣捉,可以嗎? 可以,厲害 一球而已 我已經完成了副敵 結束了 不要猜到摧毀古城的這隻精靈 這個遺跡可能是用來囚禁那兩隻巨大的精靈 可能是為了阻止他們摧毀古城 然後摧毀世界其他地方 或者這個就是為何遺跡被隱藏 這樣人就不需要再把這兩隻精靈放入這個世界 好不可以讓我把這隻怪物放回這個世界 就擔心沒有人知道 可能為了的支線片章結束 我比較好奇的是波波球出來一陣子就消失了 原本故事劇情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動畫就知道 應該是由波波球巨大埋 然後再去唱歌給那兩隻聽 好 這隻就差了 不過不要緊,我都未必會用 這兩隻 緊貴都可以用 富敵就應該未必 因為超能力來說就不一般 還有這隻就要減特攻 如果不減特攻應該都跟緊貴差不多攻擊 其實緊貴都頗厲害 應該是說這兩隻 這兩隻本身的能力值不差 他本身這兩隻的特攻都超高 所以我想他就算不特別大改動 他的能力值其實都已經很厲害了 好,那我們這個黑暮遺跡支線就先解住這裡 上次不換火了 我們下一次就先 Head out 去看,不及把我護心裡 不及把我護心裡 其實如果是這麼深恐怖 你希望你喜歡到齊 那就也是要好 我們下一個角落 還有一隻角落 就像我回家